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个电风扇上面塞一个锯片使用价值立马翻倍真是长见识了 平时我们家里面这个电风扇坏了先不要扔 我们把这个东西拆下来给它加一个锯片 它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一起来看拆下来之后就是这种效果 那么怎么把这个锯片装在这个风扇电机上面让它转呢 很简单的我们找一个这种夹头 你看这里有两颗内溜角直接把它夹在这个转轴上面 找一个小的内溜角螺丝把它松开像这样子给它一插到底 之后我们像这样子给它旋紧 旋紧了之后这个切片是可以装在螺丝上面的对不对 那么这里我们加一个垫片 把这个垫片给它加紧 之后把这个切片锯片给它装在这个位置 这里给它装紧 拧一颗螺母 我们把这个锯片直接给它固定好 让它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不偏啊 之后螺母拧紧 找一个扳手把它彻底拧紧在这个位置 这样子我们就能用了你看现在很紧了对吧 之后我们来试一下效果 我们给它完成接线呢 之后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接一个220V 给它一个电源 让这个电机转起来 那么我们给它弄一个快速接头 这样子接线我们不用缠胶带了 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实用啊 这个小电机拆下来 可以切可以磨 真的是非常划算 下面我们把它插上电 给大家来试一下 我们把它插上电 你看这个电机现在就开始转了对吧 我们直接找一根管子 它可以切可以磨啊 你看是不是 这样子我们就把管子切断了 你看除了切管子之外 我们还可以这样子来磨转头啊 是不是啊 包括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剪刀都可以来磨 既简单又实用啊 把这个技巧分享给你啊 是不是啊 可以切可以磨 非常划算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